既然来了就没想到来了 你怕感染怎么这么的 不管干什么只要挣钱就干 同志环湖北的各地医护队不同 驱使黄晓斌和表哥黄耀峰 又河南长途不涉 来到武汉冒险的理由 就简单直接得多 家里我两个小孩 大到两岁小的才九个月 完了我还要还我的车贷 一时三大工作 一天五百加一个小时50% 第一天的时候还行还能坚强 然后又加上熬了这两个长班 就感觉腿有点瘦不了了 人家说你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我说你活着饿死 还不如活着被冲死 你可能会问他们 怎样突破重围 入到去封了城的武汉呢 那时候武汉中待去 村里也不让出来 你如果去武汉怎么怎么去 人家肯定不让你去 所有人是偷偷出来的 到现在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在武汉 所以我老婆知道 晚上嘛都一点了嘛 交警拦住了 我说武汉这边盖这个医院呢 我们来这边是志愿者 最后人家交警就放我们进来 作为志愿的冒险赚钱者 来到之后要把握时间 赚进每一分钱 他们供接工 到处找 但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 就算出完汉 分粮一日未到手 都是不安乐 你再不要打电话吹了 免得影响会有结账 就在隔离地儿嘛 干了今天那个报纸 说的是干完就结工 出来干完了 干没结 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 我们也不放心 等了几天终于代代平安 心都立刻定点 冒险赚命博 难道真的不担心感染吗 我给我朋友 给我老表妹都保险买了一下 上班的时候送了一份 应该不是三份就是四份 就算我真的被感染了 到最后那一步程度了 最起码死了家里面 还有一笔输入嘛 不用上班的日子 就留在车上过 肚饿就找食物 两个人加起来 每日花200元 这风长风辣也不好找地方住 吃也不好找 凑合着在车上先住一段时间 距离解封的日子不远 这样的生活还可以过多久呢 他们就说 留得青山在 这边找个活嘛 累点没事 时间长点没事 在武汉这多好的城市 在这干 没事了去看看黄河楼 去看看长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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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